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些技巧值得我们去用 值得我们去抓 因为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他难的地方 没错 但也有一些 也不是说控制 而是说一些政策上的偏向或者是优惠 你可以去伸手可及 让你去拿到 比别人更简单移民的一个途径 OK我们就来聊聊 比方说我应该是 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19年 我看到有大量的移民的那些文章 他们也有写OK什么有偏远地区 有什么政策或怎么样的 我大概也是一看而过了 所以正好Gary跟我们讲 跟大家去讲一下 就是说在偏远地区读书或者生活 到底能够占到移民什么样的便宜 对 其实我要讲一下历史 因为澳洲一直以来 他都是比较喜欢大家去到偏远地区 去支持偏远地区的经济的 对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西尼摩尔本 真的大家都去西尼摩尔本 布里斯班也是学生很多 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 他一定是希望通过一些政策来保证 每个地区都要有一些相对平衡的发展 OK 那么就因为刚才你所说的就是这个原因 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从去年十一月十六号开始呢 移民局包括国家Federal Government 已经把环境海岸定为一个偏远地区 那么这会被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首先还没来读书的学生会问 Gary 我应该是去Blisbane读还是去Go Coast读 我的回答都是如果能去Go Coast 当然去Go Coast 为什么呢 我一直跟大家都说 环境海岸是一个最不像偏远地区的偏远地区 对 这个要说一下 我突然插一句 因为其实偏远地区 很多并不是说像Gary说的只有黄金海岸是 但是在所有的偏远地区里面 据我所知黄金海岸应该有可能是澳洲首选 我对他首选 澳洲前十大城市我记得有黄金海岸 他的人口算是 第四还是第五我忘记了 但是真的很不错 但是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非常发达的一个城市 对 也是基于它的一个地理地理环境 其实很close to Brisbane 对 天气 然后包括它是一个旅游胜地嘛 然后整个城市的发展其实也是基建是非常的健全 对 当然大家还是可以选择去 比方说去澳洲的中部啊 或者塔州啊 什么塔斯马 北领地啊 这种地方 它也是偏远地区 但是你去那边读书生活 还有未来的发展 可能就不一样 会非常的困难 因为你会发现哦 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 没有这么多工作机会 然后平时的生活买东西啊出行啊 然后周围的那些人 因为大家有时候还是想 比方说出去吃个中餐啊 然后会去见一些中国朋友啊 或怎么样 那这样的生活便利性上来说一定是有差 但整个偏远地区来说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黄金海岸 它是一个被列为偏远地区的发达城市 所以说今天的主题 我们就围绕着这个黄金海岸 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在偏远地区里面会跟大家去 重点去聊聊黄金海岸 去聊聊它的优势 它的学校 它的发展机遇 好的 那首先说一下啊 黄金海岸呢 如果按照现在政策来说 只要在黄金海岸独超过两年 住在那边两年 就你可以得到额外的五分 五分对移民来说有时候真的就差那么五分没办法移民 那为什么不要去一个这么好的城市去读一下呢 对不对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专业 那我特别点名要说一下 就邦德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学校 很有名 很有名 就国内的人可能很多人不清楚邦德 但在本地人来说邦德是真的No.1的一个私校 对在GoCo应该算 在GoCo算No.1 No.1 而且在它很多的专业 其实在全澳来说包括南半球排名都非常前 对连我这种不搞教育的人 我都听说邦德的什么土木工程 还有法律 法律 超级好 都是超级好 都算是澳洲Top1 Top1真的 而且它的工程造价 还有那个法学博士等等的学位 都是全部都是非常好的设置 而且我发现出来的学生能力都非常好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不退这个学校 我真的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之前有 因为我们做房产还是跟律师有打交道 所以说大部分律师毕业的学校 我们都有看 邦德确实很多 很多的律师从业者 他都是邦德毕业的 没错 那么这当中会有学生问到我 就两个很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我之前是读商课的 现在读工程造价可以吗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会发现很多读商课的人 去到那边读是可以顺利毕业的 而且他没有背景的要求 没有说一定要做满一年相关的工作才能去读 所以就说他门槛很低 但只要你努力学习的话 就是我觉得绝对能过的 那么读法律的父母也会担心 那我的孩子法律方面不是非常好 会不会过不了这个学位呢 那据我所知 在我们法律的一个课程设置当中 也没有背景的要求 而且我发现之前读医生的也有 之前读那个engineering也有 到最后他们都是能毕业的 就是看你的孩子够不够用心和努力读书 对 就Gary说是一定能毕业的前提 并不是说他你进去就一定能毕业 还是要通过一些自己的努力 认真做卓业 然后认真去上课 对 躺在家里一定是毕不了业 但是只是说就是说并不像 大家想象中 哇这个法律 对 什么那种很厚的那种法 我根本就背不下来 完全不是到这种程度 不会的 不会的 就和大家普通的专业 其实差不多 认真认真 认真认真还是可以毕业 然后非常好找到工作 对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觉得格里菲斯的Nursing也是不错的 因为他那边可以再又可以加分 而且你发现其实护士类呢 这几年那么多年不是这几年 那么多年都在紧缺 而且通过就是疫情过后 我相信都是医生和护士的春天要来了 而且会持续很久 这个行业应该算是一个高学 我这边提一下就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格里菲斯算 布里斯班也算比较有名的学校 对 你刚才提到的说 他的护士专业是在GoCo 对在GoCo是有 是GoCo的那个格里菲斯 他主要是负责医学这一块 对医学还有一些是Tourism的 就是酒店管理的也有 但不要忘了在GoCo是有一家超级大的医院 就是格里菲斯和政府一起来合办的 which means你毕业的时候 你就直接在那边可以实习什么的 对实习实习对于未来找工作 非常重要 实习还是非常重要 因为国外还是很看重工作经验 没错 那么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东西 是现在怎么样 我是最近才发现的 原来今年才有的东西 原来在GoCo有一个专业是读一些 Telecommunication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5G之后就会大爆发 这是新的东西 今年只要读两 就是从今天开始 他只要完成整个Advanced Diploma的话 他就会直接就是做一个职业评估 就是以后他做无据类的等等的工作 而且他在移民列表上也是有位置的 这让我很惊讶 我是最近这几天才知道 OK 所以就是给了大家一个新的启发 就是如果你在国内是读本科的 你又想过来觉得读Master比较贵 对吧 又想读一下有技术类的跟TAFE差不多的 非常建议去读这个专业 其实并不一定要说本科去跳硕士 如果你发现硕士那个专业不是特别合适 从移民或者是从未来的职业发展角度的话 即使是去拿两个本科学位 其实对未来的发展 它那个不是本科 它是我们叫Advanced Diploma 它就是一个我们叫大专吧 就是技术为主的practical是非常好的 你要需要去实习啊 需要去做一些IT方面的东西啊 所以这两年而且它学费非常便宜 才2万多 那真的是很便宜啊 读两年 其实国外的话它并不一定说你一定要非硕士 不会 它还是看你的能力 看能力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据我所知有些比方说 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什么TAFE 或者是一些大专 大家不要一听觉得大专 觉得这东西没有什么含金量 其实这种样子的一些学习内容 更偏向于说未来的实操性 对实用性 你很可能 你学的内容就和那个未来的工作的内容 就直接挂钩的 没错 而且他们有很多都是已经跟大公司有联系好 就是说你可能毕业时候就可以去Telstra 去一些比较大的公司去实习 然后呢 通常这类型的工作就所知实习完 你没什么差错都会留在那公司工作 ok 因为澳洲这方面人还是比较很缺 很缺 只要大家看就是移民列表上面有的 有的这些职位 相对来说在澳洲还是比较好找工作 对 像刚才有提到的是有律师 有律师啊 护士啊 工程造假 对 有护士 还有就刚才提到那些做通讯类的 但听下来感觉好像就是 环境好像其实蛮多的 可以学的东西很多很多 你看就是住在那边又方便 然后工作机会也不差 然后呢教育也不差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估计啊 个人来说 我觉得很多人会用到房钱案 但也会造成本地的一个房产也会上涨啊 对 也会上涨啊 房产广告 房产广告马上马上就到 这是真实的 这不说是广告 这是以试论试 对不对 因为你人多了 是不是租房子的人也要多 买房子也要多 对吧 然后从而就是你想想 一个人从那边读书开始到最后毕业 如果他申请491的一个准票签证 还多待三年 其实六年的时间 你可能都要待在环境海岸的话 是不是会有自己一套房子会比较好一点呢 从那个 对 可以把我想说话都说掉了 因为我是过来人嘛 我是过来人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当时候毕业的时候呢 大家经常会讨论一句话说 我当时买房子就不用那么烦了 因为租了七八年的房子 对那花费 因为我只要一年 可以给首付了 一年的话差不多 一万五到两万澳币还是很正常的 对 稍微好一点的都 我刚才听下来就是说 环境海岸确实是一个偏远地区里面 非常热门的一个城市 但是这个情况并不会一直永久的持续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 就大家都往一个区域跑的时候 然后政府就会收紧有可能 对政府就会发现 这个城市好像有点有点少了 而且咱们再来平衡一下 那可能那时候 黄金海岸就已经出去了 所以说永远要抓在政策 还在实行的时候你去读书 对那这个五分呢一定是铁铁拿不到手 没错到政府 哪个时候文件一下来之后呢 再去黄金海岸就已经没有用了 你可能只能选这个去更偏远一点地区 包括刚才房产其实我觉得 Garry讲的也很有道理了 那如果你是一个长期战略家的话呢 我是非常同意 Garry刚才的那个说法 没错 就是说与其租房租很久 或者在半道中间去选择一套房子 不如早点下走 对而且你看很多的明星啊 或者一些名人呢都会选择在黄金海岸那边买房子 说明这个城市的确有吸引大家的一个魅力 对吧真的 好今天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捕捉一下现在的移民的一个趋势 这些年它难度确实有在上涨 在这么困难的一个情况下 有黄金海岸偏远地区 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发达工作机会多 专业选择多这样一个城市在这边 希望大家看完这期之后呢能够好好考虑想黄金海岸这个城市 如果你对学校选择或者是因为刚才有提到格里菲斯阿邦德 其实还除此之外应该还是 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还有其他学校可以对一些专业来 来满足一些每个不一样程度的学生 他的一个学习要求 那如果有任何的这样的打算 或者是有开始关注到黄金海岸的话 一定要跟我们的Garry这边联系一下 那个不管小孩也好 就真的少走弯路 能够早一点学到有用的知识 早一点踏上市会找到工作 早一点移民成功 我相信这才是观众朋友 只要看到的 我们也想看到的 对不是说我们去说一些什么花花架子 这才是我们这期视频的意义所在 对 那希望这一视频对大家有用 好了我们下一次有问题的话 我们时常保持联系 记得在下面留言 嗯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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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